中方上场的比赛正式打响 这两个队相互之间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自2013年至今已经有过13次的得比对话 哥伦比亚隔脚13号瓜林的话 整个中轴线青衣色三名外援 而且进攻我相信更多的还是会靠三个外援去完成 说话之间场上又发生了突发的情况 上场这边单箭头的前锋19号胡进行 在前场拼抢当中动作过大 来看一下 伊斯比克斯坦的国家艾哈马多夫 在本队进攻过程当中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球 看看打好漂亮 这是上海利比生花队开场之后最佳的得分机会 在中后场断球之后 这一脚穿透力极强的直传球 我们来看一下 时科这一下其实在盯防的过程当中稍微有点问题 把莫雷洛露在了身旁以后 这脚直传应该说 右边落 艾哈马多夫球穿起来 稍稍高过了吴磊的脑袋 远端 这个区域 奥斯卡 奥斯卡拿球之后 很简单往右侧内线的一个摆脱 起脚打近脚 还在中后队进军里面 吴磊几乎和刚才奥斯卡的射门线路是一模一样 对 中场 艾哈马多夫再把球转移给边落 又是艾哈马多夫 自己打一脚 莫雷洛可能今天在防守当中 负担没有那么重 确实是强 我又是一脚中场的调门 因为他们两个靠得更近 如果瓜林要上来的话 又坐回来 投球坐回来 全顶 都用漂亮 广泛漂亮 哎呀 这个 吴姐啊 个人的能力啊 非常的高兴 我们再来看一下 投球坐回来 吴磊 结果呢 一看 观察守门员的位置 原地白腿 出球的分量线路 角度的掌握 哎呀 真是棒 反过来 我们看香港 华尔克 到进去里面 最好底线 吴磊的走位啊 的确是非常飘忽 罗梅罗直传 这种球啊 就传得让莫雷洛很不舒服 对 莫雷洛转身本来是想往前走的 看看 反过来 我们看吴磊的反击 外脚位传到进去里面 哎呦 奥斯卡第一脚上门掉脚 奥斯卡 带开 前 斜船给右侧 霍尔克 面对荣浩 外脚背 拨到逼边 再给过来 全空了 漂亮 吕文君 轻松的一道推射 2比0 我们看 连续两次的横船转移 吕文君这一侧完全空了 对 也就是在 在胡尔克给到奥斯卡的同时 吕文君这边等于已经机会拉出来了 吕文君和吴磊是挤在人墙边上 就打邱尘总这一路了 胡尔克 太想发力 最后导致导致技术动作变形 上岗这边的四个人人墙 射门线路呢 是擦着这个人墙的右侧边缘 好的 推个身后 看看应该 关门 还有 左路荣浩 主打扮突然鸣上 张璐 没铲到球 结果把守门给铲发了 对 罗美罗这条转移的不错 左边楼内切 好的 张璐 射门质量打的相当不错 对 比赛将近80分钟了 上岗绿的熊花左侧的角球 罗美罗 球开的很高 中后卫力鹏在跑动当中接应到了这一落点 坐墙敲回来 小将陈平平 再给华尔座 倒到进去里面 多美罗最后呢 是停球出界 将主台湾明哨结束了全场比赛 上岗上岗队上下半场啊 凭借着队长 华尔克 以及替补登场的吕文军 各一力进球 在客场 2比0 拿下了 这场上海滩的德比战役 这场上海滩的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